大家好 我們是冰凍狼 平凍狼 我是JD 那今天我們要跟各位開箱的是本月最新發售 萬眾祖母眾所期待 又由我們當家布羅利的這個龍珠英雄 所推出的最新一番賞 這次這套裡面的公仔為數眾多 首先呢 是我們的A賞 大家最期待的這布羅利的部分總共有兩隻 B賞的部分有一隻 然後C賞的部分也是一隻 然後D賞的部分有兩隻 然後E跟F賞也是各一隻的部分 G賞的部分有16個 然後H賞的部分有24個 然後I賞的部分有32個 那基本上這個配率就是蠻常規的配率 雖然它也是熱門品項 但這一次的到貨量 就我所知是還蠻充足的 然後它的成本也是在一個合理的行情 所以這一次這套售價我個人覺得 應該會是比韓海往來的親民很多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一下 那記得讓我們進入全開箱的部分 GO 那這一次一樣是有小方巾也有長巾的部分 這個小方巾的部分就一樣是我們這個 角色的主色調再加上角色的圖案這樣 算是蠻自私化的設計 但是我個人覺得長巾就蠻有意思的 我們來開一條給大家看 這一次它這個長巾的設計就是一樣有我們 譬如說這一條是布羅利嘛 各個型態的這個布羅利的剪影跟縮圖 有沒有看到原版的 然後一路到超賽這個型態 這一次這個長巾我覺得設計上還算蠻有意思的 那就讓我們進入下一個 那這一次這個杯子呢一共有六款 那它本次這個杯子所使用的材質呢厚度是不錯的 然後是用一個半透明的方式 它前面就是一個硬索 那我其實第一次看到這種杯子的時候 我就有那種很像蝶杯的那種既視感 那你如果說這個生活上要拿來使用的話 我覺得使用性算是普通啦 那接著讓我們進下一個 它本次這個小碟子呢一共有四款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次的包裝蠻用心的 就它裡面還有一個這個 防狀的部分 我開箱到的是這個 我開箱到的是這個布羅利耶 這應該是布羅利 這個小碟子我個人覺得設計上算是很有意思 因為它是用一個這種類似玻璃的材質 不是以前那種濫塑膠 然後它表面呢其實是用後面有用一個霧面的印收的方式印上去 所以你從正面看它的時候其實是 圖不是這樣很直白的印在上面 是有隔一層玻璃的感覺 所以它整體這樣看起來的質感算是還蠻不錯的 這一次這個碟子的話我個人覺得算是 近期我開箱過的小場裡面覺得 喔這個我會想要收整套 黑金的設計的用色配上這個玻璃外面 把它照在裡面的這整體的感覺 我覺得質感算是非常非常的棒 好那接著讓我們進入公仔開箱的部分 從F閃開始跟各位開箱 這個龍珠英雄裡面他們叫做這個 十隻界王神 這好像在原作裡面沒有出現是龍珠英雄的原創角色 那目前開箱來講它這個盒子的尺寸跟大家大概報告一下 目前目測是蠻小的 這盒子大概就只有20公分左右 那就讓我們打開它 裡面的公仔尺寸應該是不會到很大 那我們本次跟各位開箱的版本是這個 金證的部分 那目前代理版的發售消息 我這邊是還不清楚什麼時候發售 那常規來說的話大概會是 日版上市的 一塊兩周它慢的話大概就一個月左右會發售 喜歡的朋友可以關注一下 你看它的尺寸其實是還算蠻迷你的 我們用尺幫各位查一下 這個尺寸目測大概就是15公分左右 嘿沒有錯就是這個15公分左右 它這次的頭髮髮絲的細節雕工上面 我還算不錯的 用色上面也有做一些漸層色的部分 所以目前從頭髮到整體衣服的皺褶 跟顏色的使用上 我覺得其實這一次的做工 我個人覺得評價算蠻不錯的 你看到它後面這個紫色界王神代表色的這個衣服 它的漸層色有把它做出來 然後細節的這個皺褶 其實它做的都還算蠻用心的 所以這一次這隻打頭陣 我第一次開箱的這F場 如果它小隻的就有達到這個做工跟品質的話 其實後面算是蠻值得期待 那就讓我們進入到下一個開箱 那我幾直播看到這個圖片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們印象中超市的頭髮是這個黑色的 那好像現界突破這個型態 是在這個龍蜘蛛裡面原創的部分 那目前從官圖上面看起來 它整體的身上這個紅色的毛 有那種鬥氣包覆的感覺 我整體上這個設計我個人還算蠻喜歡的 這個外盒尺寸目前大約 就是30公分乘以20 1公分然後乘以15公分左右 所以說算是其實還蠻大盒的喔 所以那接著我們把它打開看看裡面的公仔 是不是也這麼大隻 喔很大隻欸很大隻 我目前看起來這個公仔的份量 真的是非常的大的 那不得不說本次這個公仔尺寸 可以說是非常的大隻 公仔的尺寸少說也有個26-27公分 份量算是非常的足夠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腳蹭我還沒裝上去 這隻公仔在不依賴腳蹭的情況底下 其實還是可以站立的 但穩固性的部分還是有點疑慮的 但是至少就是在 如果你不換過它的狀況下 它自己的重心算是穩定的 打開之後看到它這個是有點類似 橘色的方向去做呈現 然後黑色咖啡色然後再漸層出來 成為這個有點橘紅色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它這個顏色的選擇 跟整體的設計上面是比 如果它是像外面的圖片 那麼紅上來的更好 因為這樣它跟它身體的毛色 就可以做出一些顏色的這個色差 頭髮的部分呢 不只細部的這個做工啊 整體的髮絲一絲一絲 都做得非常的好之外 它整體的上色上面 有點用類似這個反光的塗裝方式 所以它整個頭髮看起來 還是有點像BlingBling的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好 整個面部的塗裝跟表情的呈現上面 我覺得還原度也是非常的棒 那最令我驚艷的就是這個 超視悟空身上的這個毛髮 透過這個肌肉的雕刻表現上面 所帶出來的這個整體細節的這個走向 而且它上面針對毛髮這個 細部的這個刻痕啊 壓印上我覺得做得也是非常的好 下半身它到褲子的部分 它細節上面褲子本身的材質上 還是有用一些壓印的方式 做出一些皮部的這個材質的這個呈現方式 工夫鞋的部分 你看它表面也是有做一些 比較粗糙面的這個手法去做 所以整隻公仔這樣帶下來的質感 我覺得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好 從剛剛的配例表來說的話 這一次這隻公仔一套也只有一隻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這隻公仔應該也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入手 至少雖然在龍珠英雄的設計裡面 我們的角色重複性很高 但是因為它的型態很多 然後又不是原作裡面所做出來的這個型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隻公仔算是非常值得收藏 那就讓我們結論一下下一個 那這個黑悟空在龍珠英雄裡面 好像也跟原作一樣是扮演一個這個 反派的部分 那我們也知道 黑悟空其實一直以來 它的角色的這個熱門度算是很高的 那這一次這個D賞一樣一套也只有一隻 所以我覺得如果做工表現也不錯的話 其實市場上面的這個價格 跟整體熱門的程度應該也是會還蠻高的 這次公仔的份量是很足 哇這也好大喔 嗯而且很重喔很沉 就是我剛剛看它 就是它盒子這樣子對不對 我根本以為拿起來 就是你會有一個預期它的重量 就拿起來是重的喔 所以我覺得原來這麼沉的那個感覺 所以可以說它這一次這個公仔的用料 算是非常的實在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一樣在我沒有把腳噴弄上去的情況底下 就算它的腳是一隻有一隻微墊腳尖的方式 也是不影響它的站立 所以如果你的擺放空間是不會有搖晃的話 其實如果你覺得腳是很礙事的話 是可以不要就是把它組合上去 我覺得個人站立起來是OK的 基本上呢這個頭雕 然後跟這個身體整體的表現 跟剛剛的悟空一樣 其實整體的等級我覺得是很高 但是唯一呢比較可惜的部分 就是大家看到桃王和悟空的 這個臉上有一個這個面具的部分 那面具上面它這個塗裝的表現上 我覺得就會稍微有一點點的色差 然後它頭頂的這個這個寶石的部分 交接處也有一點意氣的現象 所以如果以這隻公仔目前頭頂表現上來說的話 欸我覺得它的神情啊跟這個動作 我覺得算是很棒 但是這個假面的這個塗裝的話 我覺得就是有點可惜 但是那是因為這一套公仔 開箱到目前它的作風品質非常好 我們才投於比較高的這個標準去看它 我覺得比較酷的部分就是 它都會針對不同的布料跟這個材質 去做出一些表現方式上面的差異 像是悟空的這個裡面像景深衣的這個部分 它就有透過一些壓印的方式 做出一些有這種粗糙面的感覺 所以整體它的這個質感就會大幅度提升 然後來到外面這個類似舞蹈幅的部分呢 就比較光滑的方式去做呈現 然後表面上用霧面的方式去做這個塗裝 那整隻公仔的那個層次感覺就會變得更加豐富 那其它的配件上面呢 也有許多這個雕刻的小巧思 針對手部關節的這個雕刻 細部的做工上呈現的整體性也是非常的好 那腳部的皺褶跟整體的 甚至到鞋子的部分的做工 都有做出一些微微的漸層 所以這一次這隻陶王黑悟空 一套只有一隻來說的話 再加上它是熱門角色 我覺得價格跟收藏的價值 都會來得非常的高 那就讓我們進去下一個 要看一下這個C賞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C賞的盒子 跟剛剛那個黑悟空的大小其實是差不多的 好 那這一次這個C賞 唯一比較不一樣的部分 是這個C賞是用一個泡殼的方式去裝它 然後裡面就是我們這個本體的部分 它這個C賞是有特別待遇的 前面都是用紙 這個紙板去做包裝 然後C賞就有特別用這個套 那首先呢 確實這隻貝吉特在整隻公仔的分量上面 它拿起來的手感是沒有剛剛的 陶王黑悟空來的那麼沉重 但整體目前敲擊下來 它還是實心的 頭髮一樣做工品質跟塗裝 跟前面一樣其實我個人覺得算是還蠻棒的 某些角度上面你會覺得它的頭有點像歪一邊 其實我覺得它的呈現上是 但是以我個人來說是沒有很自然 當然在頭雕裡面比較酷的部分 就是針對它耳朵上面這兩個 融合的這個耳環的部分 它所使用的顏色跟漆料 雖然塗裝跟細部的表面上沒有到很細節 但是它的顏料特別用那種反光的方式去做上漆 所以這整體上 欸頭雕的這個耳環就變成一個小亮點 跟全影師相比的話 這次深底的雕工跟細部的雕刻的話 這隻算是還蠻平庸的 我覺得它整體的等級 大概就跟我們常常在開箱的 廣Histar系列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唯一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它針對這個五道服部分的塗裝上面的 漸層跟陰影我覺得打的算是還蠻仔細的 但是如果以這套公仔目前開箱到現在的話 這隻我個人算是覺得偏普通 所以讓我們進下一隻 它這個盒子喔也是分量也是蠻大盒的 好像跟剛剛的悟空是差不多的 我畫的大小也是很大 那接著各位在桌上看到 就是我們這個C場這個貝吉特的這個 限界超市限界突破的部分 那首先呢一樣 這一次的頭雕表現喔 我覺得從背面來看真的是超帥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點像是這個 達爾這個往上仰 跟悟空超山的下面這個設計 所以你從背後看出 它這一次這個頭髮的做工品質 真的是非常的好 塗裝質量表現也很棒 那接著來到它這個身體的部分喔 我們把剛剛的悟空請出來給各位比較一下 剛剛我們這個悟空 它身體的這個毛髮的顏色 是比較偏桃紅色一點 那我們這個C場的部分 是更比較偏向這個鮮紅色的部分 那整體的呈現上 我個人覺得其實鮮紅色還蠻漂亮的 這一次這兩隻公仔呢 它的整體尺寸大小差不多 那做工品質都是非常的高竿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在格包許可的情況底下 這兩隻絕對都是必修的 而且兩隻擺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它這個毛色上有一些差別 擺起來也不會覺得說 它重複性很高 角色長得很像 不會 它兩隻擺起來 反而被襯托出另外一種 有比較上面 然後兩隻都做得很好那個感覺 所以這一次這兩隻我個人覺得 絕對是必修的 那記得讓我們記錄到 大家最期待的這個A賞跟尾賞 這個布羅利的開箱 好 那記得各位在桌上看到的就是我們本次的這個A賞跟尾賞的部分 那為什麼那時候說發售的時候非常非常的興奮 因為首先我們又看到我們最喜歡的這個 就是我們又看到這個 傳作的這個KING的這個LOGO 那基本上從之前到現在只要看到這個LOGO 看到布羅利 它的做工絕對是讓我們會非常非常期待 絕對不會失望的 那本次這個A賞跟尾賞的 我們等一下會一起把它做這個開箱 因為他們目前從這個外包裝上看起來 他們角色的這個原型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也是只有在龍珠這個英雄裡面 才有的這個超市的這個布羅利 還有超市布羅利的這個限界突破 基本上這兩隻布羅利的原型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目前我細部上面看下來 不管是頭髮還是身體的人線表現 基本上應該是一模一樣 這一次的這個頭雕表現喔 我必須說 他這個頭髮這一次真的捏得很帥 真的是捏得非常的帥 每一隻角色他整個頭髮呈現上面呢 我覺得細部上都做得不錯 那唯一如果說真的一定要挑他的毛病的話 就是這個布羅利這一次這個頭髮跟前面幾隻一樣 雖然他細部捏得很帥 但是如果你近看的話 他其實這個塑膠料件上面是還是會有一些毛邊 可是我覺得這種毛邊算是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畢竟這種大量生產品難免都會有這種小瑕疵來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面部的呈現上 以布羅利這個角色來說 我覺得是有點下巴偏長一點 布羅利他整個臉我覺得是比以前我每一次 布羅利來看稍微有點偏修長一些些 這個身體的部分呢 目前這兩隻公仔 他的這個份量真的是非常的足夠 從鏡頭前面來看 就是如果我單開這個A賞的話 我應該會驚呼的人覺得說 哇這A賞做得也太帥了吧 就是這個質量啊整體品質 然後到他這個手鐲 尤其是這個手鐲 這手鐲超酷的 他手鐲上面還有用那種一絲一絲的這個刻印 讓他這個手鐲整體上也更有那種傳統金屬器的那種感覺 我剛剛很擔心的部分就是像他手上的這個寶石有沒有 這種鑲嵌的寶石器 他有時候在膠接性的塗裝上面都會液漆啊 或是有一些毛邊 那目前看起來也還是有一些液漆跟毛邊 但是其實他這個程度已經是非常非常斜尾 就是你要很仔細看才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下半身的部分做工品質 質量也是在一番賞裡面我認為是一等一的 目前還沒有開箱到比這個做工質量更好的一番賞 其實布羅利這個角色一直以來大家 對於他這個角色就是除了很有霸氣之外 我個人認為就是他身上那非常誇張 又很髒狂的這個肌肉 那因為如果我單開這個A賞的話呢 其實我個人就覺得其實還蠻棒的 因為他所使用的整體顏色上面 然後還有一些深淺色做出來 我就覺得已經非常非常好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是拿他跟尾賞一起開 所以其實有些東西就是比較出來 現在我們把它轉到這個背面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布羅利這麼髒狂的這個肌肉紋理 其實把A賞跟尾賞擺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覺得 其實A賞所使用的這個顏色 可能因為他的細部上面的這個塗裝 沒有來得那麼多顏色的差異 所以他整體的層次感其實 如果跟這個尾賞相比下來的話 我覺得尾賞因為有用這個 反光的這個方式去做塗裝 動物的這個毛髮的那個感覺的呈現 會比A賞來得好的非常多 所以如果以我個人來說的話 可能我比較虚華一點 我覺得比較喜歡這個尾賞的部分 那所再來轉到正面的部分 這次這隻布羅利呢 首先這個動作選擇上我覺得非常棒 就是一個很誇張的這個姿勢喔 這樣在展現他的肌肉跟這個霸氣 皮膚的部分 其實A賞跟尾賞說成的顏色差不多 只是因為可能這個亮光的部分 我剛剛乍看底下以為這個尾賞的有沒有 你們會有覺得嗎 比較紅一點 比較暗沉一點 可是我剛剛把顏色 就把它捧在手中這樣用 比較亮的光去打他的話 目前看起來其實好像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一次這個布羅利來說的話 我個人覺得他的做工品質 真的是沒有讓我們失望 所以基本上以後如果看到 就是Master List出的 又是King的這個布羅利 我個人覺得就是必收的 那以後我們也會盡可能的跟大家分享這個關損的部分 因為前幾次的經驗像是 上一次的那個A賞的布羅利 我們有講那個腰部的卡損卡不緊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之前那個佛廊機 他還玩一百卷的那個佛廊機 有一些塗裝容易失誤的地方 後來在我們跟很多觀眾或是客人 比對的情況底下 其實關損的失誤部位是蠻容易重複的 所以這個關損的部分我們會去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會在乎的人也可以在入手前 欸 斟酌一下 或者是預先想到一些解決辦法 在入手之後才不會看到 哇 那個關損那麼嚴重 然後有一種很失望的這個心理 那這一次目前看到比較關損的部分 就是這個布羅利的這個腰帶 背後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個塑膠是有這種 切割沒有分清楚的這種毛便 大概就是這樣 你可能需要用打磨的方式把它修一修就好了 那A賞的部分在一樣的位置就 沒有看到這個狀況 這部分給大家做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進結會 好 大家看到鏡頭前面的畫面 我就覺得我縮小了 那我縮小的代表什麼 代表這次這套公仔這個畫面 為了把它們全部塞下去 我們逼不得要把鏡頭拉得比較遠 這一次公仔的這個大小跟這個分量 絕對是CP值非常的高 我覺得近期這個七龍珠的一番賞 真的有覺得它那個品質喔 扶搖直上的這個感覺 那以這次這套一番賞來說 目前我這樣開箱下來 就連我們最小的這個十字界王神 我覺得它細節的這個做工品質上面 都不會有讓我之前很印象深刻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在開箱那個什麼 那個波倫加神龍那一套那個甜甜 超爛的 那個超爛的 那個小隻然後又小盒 然後整體它那個塗裝啊 然後做工品質 甚至連那個五官上面的雕刻 做的都非常的爛 就是出在景品上面 我覺得可能也會崩盤的那種等級 那這一次這套一番賞 它連這麼小隻的這個十字界王神 它的細節上我覺得做得都非常好 你就可知 就是它主力的這一些限界突破 跟這個各角色的部分 它的作風品質質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就我所知的 這一次這套七龍珠的這個一番賞 目前在市場上面 如果以我個人訂購的量的話 目前廠商幾乎就是我訂幾套 它都有辦法就全部交貨給我 所以相較於魂豪次相的這個 航海王 我覺得這套一番賞 不管做工質量非常的好 到貨狀況又非常的充足 所以如果喜歡的朋友像這樣子的一番賞 我們就會非常推薦大家 就是去店家 拼個運氣 享受一下玩一番賞的樂趣 所以希望大家抱持著一個 玩一番賞的心情去抽 這樣你才會同時得到一番賞 最完整的消費體驗跟樂趣 然後如果運氣好的話 還可以得到心儀的公仔 那以上就是我們本次的全開箱 如果喜歡我們這邊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那這邊跟各位再工商一下 就是如果呢 有在關注我們頻道的觀眾就知道說 最近呢其實有一隻SMSP的物極塔 它的知識長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剛剛發售的時候 由於代理版的廠商還沒陸續到貨 所以其實在市面上的吵架是非常高的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模型店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收到一些 SMSP的2D色的現貨 那因為這種SMSP的現貨 其實一般來說 我是不會去做這個預購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收了你的預購單 我卻沒辦法如期交貨給你 第一會有爭議 第二呢 你如果沒辦法如期拿到你 或用一直抱持著那個期待 我個人覺得是會很失望 所以我們剛剛收到這個現貨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提供我們頻道會員 就是在沒有炒作的這個價格 就原價2180的方式 直接供我們這個頻道的會員去做這個下單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其實可以真的參考一下我們的頻道會員 裡面有很多愛好模型的這個同號 歡迎你的加入 那大家好我是冰洞 我是決定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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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